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孟晚舟没能回家的第572天 任正非愤怒出手 这一天我们终于等到了 美国第六次邀请被拉黑的华为进入群聊 没有比美国更懂收放自如 邮寄的上个月 特朗普刚宣布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 不得不彻底封杀华为了 下了订单的客户慌了 不得不关心起华为的死活 任正非都说 最近来看华为的客户多了起来 大多数就是看看华为还在不在 虽然是一句戏言 但足以看出美国这次确实下了狠手 关键时刻 一向闷声做事又好脾气的华为 终于不忍了 十几天前 华为直接在推特上撂下狠话 80%的5G科技专利归6家公司所有 华为是领军人物 里面只有一家是美国公司 所以尽管美国切断华为供应链 但美国将继续为专利付费 你想置我于死地 我就拿出专利耗着你 狠话飘扬过海 大家伸长了脖子 坐等美国还有什么杀招 结果美国也很给力 直接认怂 这波剧情之快速快过了川剧变脸 不过两三天 华为事件就反转了 美国正在修改规定 允许美国企业和华为 共同研究5G网络标准 言下之意 不封杀了 咱们合作吧 有人迫不及待地说 美国终于要放华为一马了 不见得 只是在专利上 一向流氓的美国 在华为这里翻了车罢了 华为已经申报了 3147项5G标准专利 在全球5G公司中排名第一 如果华为较真 真的收取专利费 那么美国苹果 高通等企业 恐怕都需要给钱 此前 在与美国第一大通信运营商 为Ryzen的专利纠纷中 华为已收取了 超过99亿的专利授权费 看吧 钱才是美国动摇的根本 现在疫情期间 美国内忧外患的 除了认了一波怂 也没啥别的选择 这已经是第六次 美国忌惮华为 在5G领域的地位 以及自家企业 在5G领域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修改了决定 我们知道 美国一直仗着芯片 为所欲为 可华为也有杀手锏 5G自由 华为是唯一能够提供 5G端到端服务的厂商 再加上一堆专利傍身 美国的5G怎么绕 都离不开华为 一家企业和一个国家 能对异到这种地步 闻所未闻 只管感受就是 美国一边骂骂咧咧 背地里下狠手 一边又不得不和颜悦色 请你去一张桌子上 吃个饭 聊聊合作 美国尚且如此 其他国家可就更现实了 前脚美国刚认了一波怂 后脚美国的朋友们 就立马变脸了 英国就赶紧发那部信 快点吞货 德国坐不住了 立马和华为签订了5G合同 加紧搞5G基站 加拿大连忙辟谣 我们没有抵制过华为 话是说得好听 孟晚舟女士 你倒是放一下呀 澳大利亚就显得不太聪明的样子 太听大哥的话 抵制华为很彻底 已经建好的5G基站 拆了撤了不要了 然后他们也彻底回到了 在我们看来 就是没啥网的3G时代 你强大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 或者说 不得不对你和颜悦色 这句话 放在华为身上 真是一点都不虚 征途是星辰大海 门票却要自己来拿 很多人都说 中国近十年的发展 是拿到了爽文剧本 一路开挂走到今日 可现在哪有什么爽文 光鲜背后全是斑驳伤痕 华为事件发酵至今 引发了很多人 对于中国科技无心的反思 早在十多年前 中国空有一颗 想在科技领域 征途是星辰大海的心 却连高科技的门槛都摸不着 我们只是凭借着体量 被称为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 不过是个骂人不吐脏字的 美称罢了 实质就是廉价制造业 发达国家劳动市场的 备胎而已 那个时候 中国缺心少评 那个时候 互联网尚未席卷全球 其他国家都在嘲笑中国 这么大的国家 却连自己的电视机屏幕 电脑屏幕都造不出来 窝囊吗 是真的窝囊 少评 好解决吗 无异于逆天改命 顺势而为是每个聪明人的选择 但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公司 就非得笨笨地熬 一熬 就是十年日夜 一度刷屏的华为 Mate X折叠屏手机 全世界为之惊艳 1.7万的价格 依然被抢购一空 它搭载的就是国产屏幕 是中国企业京东方的杰作 说起京东方 那就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企业 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 最开始是由美国掌握的 但日韩逐渐蚕食了市场 成为领头羊 很多日韩企业凭借技术垄断 赚得盆满钵满 那时候的京东方可太难了 创始人王东升 每天都活在惶恐里 面临的每个问题 几乎像是杜劫 钱没了 人跑了 业主快消失了 也没剩下什么资产 另一边 随着彩电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越来越大 液晶面板的核心技术价格 也水涨船高起来 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 不甘心去买 就想着自己做 他去和日本企业谈合作 因为这家公司有个负责 业精业务的子公司 想要卖出去 但日本人撩了狠话 不卖 即使是不得不卖 也不能卖给中国人 听听 这是人话吗 可你也没法反驳 科技这个东西 你没有 你就是挤眼了 也没法跟人家打 好在上天还是眷顾了京东方 他们撞上了韩国现代旗下一家 宾死的液晶面板子公司 液晶面板这个东西 研发和生产都是烧钱的 三星和LG就是每年都至少亏损 五千万美元 七八年后垄断市场 利润才姗姗来迟 京东方接手之后 资金压力不言而喻 可技术压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韩国人又不傻 知道你想要的不仅仅是公司 自然是防着我们的 但中国工人就偷着学 后来请喝酒 请吃饭 拜师傅 自学韩语套近乎 终于撬动了冰山 学习只是第一步 研发才是重中之重 京东方凭着自己的心气 顶着无数次破产与 濒临破产的困境 终于推出液晶面板的 第八点五代 要命的是 这个生产线一出来 直接把液晶面板的价格 打了下来 全球液晶面板价格 连续下跌19个月 其他企业如韩国三星 如日本下谱 直接亏损数十亿美元 之后 京东方开始了 逆袭之路的狂奔 2018年 京东方超越三星和LJ 屏幕市场占有率 位居全球第一 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显示器 电视 五大主流产品领域 京东方市占率 均拔得头筹 2020年第一季度 京东方液晶电视显示屏 出货数量和出货面积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如果说京东方是 闷声做大事 帮我们在高科技领域 拿回自尊 那么比亚迪的争气 直接让我们在 另一个领域 扬眉吐气了 古神不止一次 对外言宣称 他看中了 比亚迪新能源车 特别是电动车的 发展前景 过了一个月 比亚迪老总开开心心地 在微博上宣布 自己和华为 要出一个合作的新车了 大家也很给面子 开启预售20天 售价近30万元的 比亚迪汉 预售超过1.5万辆 同一时期 特斯拉宣布 国产Model 3 降价至30万元以内 卖出了1.16万辆 在我们眼里 一直平平无期的电车 居然可以卖到 30万以上 而另一款 听着就大户人家的 特斯拉 居然要降价了 有人说 这是比亚迪上天 特斯拉下地的厮杀 七年前 这家很接地气的公司 就公开喊话 我们可以 分分钟钟造出特斯拉 这句豪言壮语 飘扬过海后 得到的只是 无情的嘲讽 主持人对特斯拉的 总裁马斯克 进行采访时 问他 你对你的对手 比亚迪怎么看 然后 马斯克大笑出声 你品这个笑 是不是三分绩效 四分凉薄 之后 马斯克直言不讳 比亚迪的产品 很烂 言下之意 这不是对手 顶多算个弟弟 然后马斯克 也没笑够几年 就不得不正是 这个产品 很烂的比亚迪了 2016年 特斯拉开始 进入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 中国 发现对手 真的是比亚迪 连续三年的 中国地区的销售冠军 一直被比亚迪 拿捏在手里 2019年 特斯拉终于实现了反超 原因很简单 特斯拉降价了 国外市场 比亚迪也没放弃 自己的野心 一款价值 400多万的 比亚迪新能源公交车 风靡日本 比亚迪也成为 第一家打入 日本内地的车企 在欧美 比亚迪也同样 备受青睐 就在十天前 比亚迪一次性 向瑞典交付了 34辆公交车 想当初 世界评价中国制造 就差把笔一两字 写在脑门上了 可如今 都成了大型真相现场 不知道那些 嚷着科技无国界的人 有没有被打醒 科技可是 最有国界的东西 京东方全球面板 出货第一后 三星不争不抢 开始砍自己的产能 比亚迪自主研发了 刹车系统后 曾经最厉害的德国公司 把自己的刹车系统 从2000元 降价到800来进行PK 华为突破垄断 5G技术保持领先 美国的出口限制 就开始招令膝盖 星辰大海是我们追逐的彼岸 门票就是所谓的敲门砖 你没有就会被拒之门外 甚至拿着高价钱 也只能得到一点 落后技术的施舍 甚至还要被嘲讽 被奚落 被按在地上打一顿 也不敢哭 可一旦你掌握了话语权 看到的风光将大不相同 每个国家都变得友好可亲 每个外国公司 显得绅士可人 今日 或许我们都欠这些 拼了命的企业 一句感谢 我们活成了世界害怕的样子 这几天 印度对中国制造 可谓是敌意满满 穿一件抵制中国的短袖 扬眉吐气到 任谁都在我脚下 之后 把手机里的中国软件一删除 中国仿佛在我这里不存在了 最后 再把中国制造的电视一扔 真是痛快 这波三连 不作不适印度人 忽之欲出 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 这个戴在头上的文化底之帽 居然是中国产的 删除完中国应用后 大家拿着手机 脑海里的疑惑都是 怎么没有印度应用 然后让他们引以为傲的 一键删除中国应用APP 被谷歌给下架了 存活天数 17天 最让人窒息的是 从二楼扔下的电视 居然没摔坏 印度人一顿脚踹 还是很牢固 不得已 他们只能一点一点拆开 在体验了工艺的复杂与精湛后 他们的愤怒到达巅峰 这都弄不坏 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烧了 烧了 眼不见新围警 中国这边有什么回应吗 很反常 没有 毕竟我们想要牙还牙 也得有印度的牙吧 当然 印度为什么这么叫板中国 还没笑过 答案 想必已经在你心里 弱者才会气急败坏 强者从来有恃无控 短短十几年 我们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 于外交官嘴里是一句 质地有声的话语 于整个国家 却是脏活累活 一点一点耗出来的成果 之前的中国被戏称世界工厂 现在的中国却被喊作 击贱狂魔 1978年 邓小平在日本体验了新干线 在那个中国还只有绿皮火车的年代 日本的列车速度让这个硬汉都忍不住羡慕 快 就像有人推着我们跑一样 从2008年开始 我们修了3.5万公里高铁 总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大概是全世界高铁总量的一倍还多 中国速度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我们能一夜改造火车站 1500多人同时施工 100多台大小机械轰鸣运作 9小时就完成福建南三龙铁路龙岩火车站改造 对街丝毫不差 我们能两天给立交桥搬家 2015年 北京三元桥整体换梁工程 一座桥从无到有拔地而起 在历时43小时后 三元桥经顺路同时恢复交通 我们把历青铺上世界屋脊 我们将公路修进人际罕至的沙漠 我们顶着外国人说的不可能 突破11项技术难题 修成世界上最长的港珠澳跨海大桥 刚建成 台风山竹就来了 在西方媒体都等着看笑话的时候 它直接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17级台风下 桥上照常亮灯 桥体纹丝不动 有网友评论说 港珠澳大桥分分钟教你乖桥做桥 世界一百座再用的大桥里 八十座是中国人自己独立建设的 全世界都有中国桥梁的影子 曾被看不起的中国人 咬着牙闷声在好几十年里 做出一桩又一桩的大事 现在有很多人在评论新基建 如果说这些肉眼可见 可以摸得着的是旧基建 那么新基建就是卫星 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基站 马云不顾质疑 砸钱构建阿里云 十个亿出去 可能眼皮都没炸 当时看似愚蠢 如今转头去看 他切实为中国大数据兜了底 随后 百度云 腾讯云 华为云 都雨后春笋钻了出来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构造中国大数据的前景 疫情期间 快速推出的健康码 就是大数据的一个精准缩影 现在我们忽然明白 科技不止在远处保家为国 也在近处关照你我 科技这个词 听起来生硬而冰冷 像是个老学就戴着眼镜 一丝不苟 可站在科技背后的企业 是庞然大物 内心柔软 站在企业背后的人 鲜活灵动 长久忍耐 层层叠叠后 中国就这么活成了世界都害怕的样子 曾看到一段25年前的采访 问题是 21世纪时 你觉得中国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女孩娇俏地一笑 说 吃穿住行都会改善很多 追逐潮流的年轻男女的摄像中 中国应该成为了更大更好的游乐园了吧 中年大叔怀有一份家国情怀 畅想着 由于我们的开放 我们国家的商品走向世界 人走向世界 跟上世界潮流的发展 一定会成为世界一流强大的国家 他们说这些的时候 眼里有光 心中也藏着火 现在 我们可以很开心地告诉他们 这盛世 如你 如我 所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应该发展 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